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49章13节 这样说 诸天啊应当欢呼 大地啊应当快乐 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也要连续他困苦之名 虽然不断传来的疫情使人忧心愁烦 但我们有主的平安在心里 凭信心不凭眼见 因为我们知道得救的盼望在天父的手里不会落空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 人慈恩待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圣名响遍全地 愿人类得救的喜乐再次充满整个宇宙 天父 唯有你晓得肺炎病毒整体的事件 求你将病毒对人们的损伤减到最低 今天我们特别为着全欧洲的所有国家来祷告 求你用你的方式来兼顾这些国家的医疗体系 帮助他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采取有效的方法 来制止病毒的蔓延 天父 求你安慰拯救没有人帮助的人 在目前生活行动必须做大改变的非常时期 让他们能够调适得来 天父 求你给愁烦忧虑的人 有平静充满盼望的心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